今天是一期秋日穿搭 第一套是一个小西装 所以搭了一个金扣小皮鞋 它是一个比较扩版的西装外套 下面的短裙也是一套 它是一个套装 我里面搭了一个白针衫 加一个针织小背心 这样子不但更有层次感 也能提高腰线 第二套就很有秋日氛围感了 是一套复古的杂色毛衣 早红色真的很显白 扣起来或者是当开衫穿都可以 第三套继续配上我这双大头鞋 也是上下拉链 可以把拉链拉开更显比例 搭上一件西装小皮衣 可以把帽子翻出来 时髦又帅气 不管是上班通勤 还是出去玩这么穿都可以 接下来这套是去年的 一个毛衣的升级版 做的这种焦糖色系 这件衣服自拍真的绝美 超显瘦又心机 姐妹们真的要冲 这套的这条裙子真的很牛 它这上片是可以拆卸的 我为我们肚子有肉肉的女生准备 它底下是百折长半裙 然后把它系上之后 你肚子上吃很饱 你肚子都不会扑出来 相信我 肉肉女生懂肉肉女生 外面搭这种大毛衣 也不要太好看 又有气质又有质感 反正这种就完全是我的菜 有的时候不想把淑女的衣服 穿得太淑女 就会配个棒球帽 配个球鞋拎个大包 这个粉色的极皮小夹克 就是又甜又帅 下面配了一个 高腰A字阔腿的小皮裤 这个小皮裤很显腿细 接下来我披了个小屁肩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这种小屁肩 那我觉得它很适合换季的手 就随手一批 就感觉还挺优雅的 黑白灰的简单搭配 基础又俐落 很适合上班通勤 接下来这套穿搭 也是主打一个显比例 简单又高级 最后一套 也是比较气质大姐姐 那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 拜拜